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今天首次在广州举办 国内外行业大咖齐聚湾区之心南沙 聚焦大湾区法治协同等话题献言献策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本次活动以主论坛加平行论坛方式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从国内外视角探讨粤港澳大湾区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协同路径 并聚焦法治前沿热点展开研讨 有专家认为促进湾区法治协同 打通人才壁垒是关键一环 近年来广东积极推进大湾区律师职业试点 目前已有35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获准职业 为港澳法律界带来无限机遇和广阔前景 同时也对内地律师的专业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你问我内地法律 问我港澳法律 同一个合同里面经常会碰到的 那可以就是同一个律所就可以解决了 当然你说除了那方面那个业务上那种 带来那种优势那种催向以外 它对于那个我们内地的那种 两地律师制度的融合 对于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创新也是有好处 作为本次论坛举办地的南沙 近年来不断加强涉外法律服务 如出台支持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八条措施 终点构建涉外法律服务体系 将一国两制三法域从制度之一转化为制度之力 南沙区法院持续探索借鉴港澳诉讼规则 跨境规则衔接或评广东自贸区最佳制度创新案例 一项项创新举措助力越岗大湾区 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 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大湾区的市场化 法制化和国际化 其中法制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们就说在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上 提出了目标 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制定一些配套措施 能够把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一些具体的制度 能够把它落实好